今天的健身UP UP所要示范的動作是啞鈴測平舉 主要訓練的是我們肩膀中束的部位 馬上就來看教練的示范和叮嚀 也別忘了要跟著一起動一動喔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身UP UP 我是身體旅行的教練立友 今天要帶大家做的動作是啞鈴測平舉 主要的訓練內容呢 是在訓練你的肩膀的中肩中束的部分 那跟著我們一起看示範吧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示範的動作呢 是啞鈴測平舉 那如果說家裡面沒有啞鈴的話呢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拿寶特瓶裝水就可以了 那待會在執行的時候呢 先雙手持啞鈴 兩隻手幫我把啞鈴拿起來 好站姿的部分呢 兩隻腳與肩同寬 雙腳與肩同寬之後呢 將你的髖關節往後推一點 保持你的膝蓋微彎 不鎖死 好這個時候呢 確保你的腹部用力 繃緊之後 手幫我彎曲成90度 好然後 將你的手呢 往外兩側張開 撐開來的時候呢 只要到肩膀的高度就可以了 再慢慢的下降 動作的過程呢 記得保持自然的呼吸 上來的時候吐氣 下來吸氣 然後 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反覆做15下 為三組 那 在過程當中呢 一定要記得你的頸椎啊 不要過度的壓迫 不要抬頭 眼睛直視前方就好 那同時也不可以聳肩 還有就是說 你的腰部啊 不要過度的往前凸 如果說你過度往前凸的話呢 你的腰椎會容易痠喔 好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試著難度高一點點 如果要增加難度的話呢 將你的雙手伸直 但是還是要保有 你的手肘微彎的角度 好一樣 向外張開 吐氣打開 慢慢的回覆 注意你的呼吸 吸 上來吐氣 下來吸 如果還是覺得蠻輕鬆的 你可以試著 控制一下你的速度 抬起來的時候呢 是一秒鐘 下來的時候呢 維持三秒 再慢慢的放下去 吐氣上 下來 一 二 三 慢慢的下來 吐氣往上 慢慢的下 一 二 三 很好 如果要動作的話 其實你會感覺到 你的肩膀外側就會有一點點痠痠的 但是要保持住喔 因為 我們在訓練到 後段的時候呢 這個是會直接的刺激到你的肌肉用力 如果說你感覺不太到痠的感覺 那你在動作過程可能反覆的這個速度太快了喔 保持住這個節奏 還有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說你在動作的時候 然後儘量不要讓身體過度的前傾 好 腳踩穩 慢慢的下 好 以上的動作呢大家都有學會嗎 那記得我們在動作的過程還是有幾項注意事項喔 在訓練的時候呢記得不要過度的聳肩 那同時呢你要去感覺到你肩膀側邊的力量 這個痠痛的感覺 那過程當中呢記得速度 這個很重要 你的速度不可以太快 那我們今天的動作到這邊 健身UPUP我們下次見囉